各位大家午安 我是宋子鳥诊所 谢谢阿玲医师 那就借着今天下午这个时间 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试管婴儿部分 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东西 我们就先开始 那这个当中 如果说我讲话的速度太快 或者是不清楚的话 那欢迎各位随时 我们可以提出来讨论 那我们先看一段影片 那在一般的生理周期之下 我们其实会看到卵巢里面 它其实会有一个卵子 逐渐慢慢的长大 那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卵巢的形态 这边是数卵管 当我们的卵巢长到的过程当中 当然里面会有一些液体的膨胀 营养的一个增加 所以之这个卵子 就会在一定的时间之后 会离开我们的卵巢 进入到所谓的数卵管里面去 所以我们看到的 就是在进行中的一个卵子 那当卵子一边走的时候 当然如果说这时候时间刚好 精子可能就会从子宫开始进来 那很多很多的精子 可能就会依序黏附到 我们刚刚排出来的卵子上面 那当中可能就会有一只 成功达正的一个金虫 能够进到卵子里面去 形成所谓受精的动作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 试管硬额又是什么不一样 因为听到试管 毕竟可能就是一个外来的东西 那它的其实的原理 跟我们的生理周期 正常的生理是很类似的 我们也是希望说 能够在一次的治疗当中 我们得到不止一个膨胀的 一个卵子卵泡 那在一个用药物的刺激之下 如果我们能够让这些卵子 都一起的成熟长大 那或许我们就可以达到 更多的受精的这样一个机会 所以当我们开始治疗之后 我们就会陆续的用药之后 就去看这些卵巢里面 卵泡的发育 当它们长到一定程度的大小之后 我们就会使用药物 去让卵子能够成熟 同时在麻醉之下 我们会放一个超音波 还有一个穿刺针 进到身体里面去 那本来我们是就着 自然排出的力量 那这时候我们就用穿刺针 去把这样子一个成熟的卵子 吸出来 然后随着这个卵子 那有这样的液体吸出来之后 我们回到实验室里面去 去达到跟精子相遇的 一个受精动作 那当然我们取出的精液 从新生之边部分的精液 我们先经过处理之后 然后我们会也是用 同样的一个方式 让精子进入到卵子里面去 那如果能够幸运的话 就会形成所谓的一个受精卵 那形成受精卵之后 我们渐渐的那个受精卵 就会变成一变成二 二变成四 一天一天的分裂跟发育 所以本来的一个单一 一个卵子细胞 就会形成 具有两个细胞的受精卵 所以隔天就变成八个细胞 甚至到更多更多的细胞 那这个时候 我们在利用人为的方式 去把本来发育的胚胎 送回到子宫腔里面去 而达到所谓 试管银额胚胎植入这个部分 所以我想今天就是用 接着一个简单的一个video 去讲说一个胚胎 如何再回到 重新回到一个女生的身上去 去做一些 就是灼床 那之后我们就可以去验孕 看看说 是不是真的有幸运怀孕 那刚刚的话 我们是大概用影片 去介绍一下说 试管银额带来的一个流程 那当然我们去拆解成 一个比较简单的流程步骤的话 第一步就是 我们要先用一些药物 去刺激卵巢里面的卵子 能够发育 同时我们在麻醉之后 我们去利用外科手术的方式 去取得卵子 直到卵子会让它在实验室当中 跟精子相遇 就会形成一个受精 同时我们去观察 这个一个受精卵 是不是有如期在发育长大 当它形成一个成熟好的胚胎之后 我们再利用超音波的引导 去把胚胎放到子宫里面 子宫腔里面去 就达到一个 试管婴儿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流程 那当然我们回归到今天的主题 那试管婴儿要怎么样做 它才会让它成功率能够增加 所以它大概会有几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关键 有一个好的卵子 量多而且成熟的卵子 这个很必要 因为刚刚我们影片当中也看到 如果我们取得了卵子量越多 相对来讲 形成的一个胚胎数目可能就会更多 那要有一个好的受精方式 好的做窗环境 好的胚胎 还有植入之后的一些注意事项 都可以增加我们整个治疗的一个成功率 所以我们接下来一个细细的来去看它 那我们先讲一下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的构造 那这是我们一个女生的一个人体 那这是子宫 这是输卵管 这边是卵巢 刚才影片当中我们看到的是 卵巢这个制造卵子的工厂 它怎么样去让卵子成熟 可是每个月的卵子成熟 它其实最主要就是来自于女生脑部的一个 所谓的下氏丘 去制造一个发号实力 告诉我们的脑部的脑下垂体说 该是要补充养分了 把你的养分弄出来之后 去让卵巢能够去有能力去制造卵子 所以这个时候 从我们的脑部的脑下垂体这个地方 我们就会开始分泌一个所谓的绿泡生长激素 去刺激我们的卵巢 去把卵巢里面仓鼠的小卵子 让它得到养分能够长大 那这个的绿泡生成激素 在英文上面来讲叫做FSH 那当我们的小卵子 吸收到足量的养分之后 它就慢慢开始一天一天的长大 那就像刚刚我们在影片当中看到的 这个卵炮里面 它会有个小卵子 同时它会有一些营养分 慢慢的让这个卵炮整个会膨胀长大 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 这个绿泡发育 第一个的主要产物 就是一个成熟的卵子 而第二项产物就是所谓的雌激素 第三项产物就是所谓的黄体素 那除了卵子我们刚刚知道很重要 因为是为了要孕育生命 而这个雌激素也很重要 它的目标就是去刺激我们子宫内磨层 让内磨层能够丰厚 未来如果有胚胎形成的话 才能够去灼疮 那但是这个黄体素的话 它不只是在卵子长大的过程当中 它会形成 同时当这个卵子排出之后 本来遗留的这个卵炮 还是继续在分泌黄体素 那黄体素的角色主要就在于说 除了让我们刚刚 雌激素刺激的子宫内磨丰厚之外 它还能够让它更加的稳定 同时减少子宫的收缩 那避免说万一有一天 胚胎症的形成 而子宫开始一直在收缩 这样子胚胎有可能也会灼疮失败 所以这大概就是一个正常 我们什么药物都不要用的话 正常的生理过程 我们的卵巢 大概就会有这样的功能在 而我们刚好提到说 我们脑下垂体释放的这个绿泡生成激素 听起来就像是卵子长大的过程当中 它需要的养分 那也的确像我们现在打了一些 所谓的排卵蒸剂 它的来源其实就是所谓绿泡生成激素 只是我们用一些生物科技的方式 去帮它合成 或者是用一些尿液去做萃取 同样的就是利于让卵子 能够长大的养分 所以我们把它拾在来身上 而另外一个黄体生成激素 其实就是在卵子要成熟的之前 身体里面也会开始有大量的增加 那这个的英文名字就是LH 也就是我们第二种常用的排卵蒸剂 所以其实我们做了很多 试管音乐的疗程 或者是排卵蒸剂的注射 都是在仿造我们的人体 正常的生理状况 只是我们把它加倍的放大 那需要放多大 使用多少的剂量 就要看说每个女生 自己的卵巢里面 到底有多少个卵子 有能力 要去让它能够长大发育 所以我们要去评估说 到底每一个不同的个体 它到底需要多少分量的一个卵子 那我们就是要去知道说 到底本来stand by 仓储的卵子有多少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 另外一些方式去知道 那我们看到上面这张图片 下面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卵巢 藏在卵巢里面 一些库存的卵子 我们就想象说卵巢 是一个制造卵子的工厂 那它不只是有个生产线的作业 让卵子成熟 同时它也兼具了仓储的功能 那我们去想象 仓储的这些卵子 我们要怎么去知道 它是多或是少 我们可以利用一些血液的检查 去抽一个所谓AMH 就是库存卵子数量的指标 所以说当我们的年龄越轻 我们的库存卵子数就会越多 那随着年龄增加 可能进入到更年期附近 这些库存卵子量就会越少 所以相对来讲 当我们去做血液的检查 我们测到的AMH越高 表示我们的仓储的卵子数会越多 但是这些的仓储卵子 其实都非常的小 我们没有办法去用眼睛 或者用超音波去得到一个侦测 但是比较特别是说 当我们的卵巢 进入每一次的月经周期的开始 其实它都会进入一波 所谓的海选 去把这些仓储的卵子 经过一批的征召 征召进来就是在这个生理周期 有机会能够长大发育的小卵炮 这个地方我们看到除了这边所谓的初始卵炮 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了 仓储的卵子之外 它经过的在每个周期 大概第三天 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基础的卵炮 就是被海选过后 有机会能够长大的 这样的一个基础卵炮 大概造起来的超音波大小 大概会位在大概3到7mm 0.3到0.7公分之间 所以经由我们的超音波 其实我们刚刚 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什么都不做mark的话 这是我们一个本来 一个卵巢的一个状况 但是其实我们细部的去看 里面会有些小黑洞 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 所谓的一个基础绿炮数 那我们经由这样的一个超音波 我们可以知道说 在这样子的一个每次月经周期当中 能够有机会长大发育的数量是多少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AMH 就是我们知道 平常卵巢的卵子数量是多少 以及每个周期里面 有机会能够长大发育的卵炮克数 这样我们就会知道说 这个周期如果我要进入治疗 那我需要的养分 根据卵炮的数量有多少 我就知道我要给多少剂量的药物 所以即便在同一个年龄层 不同的女生 不同的反应的数字 其实对于我们来讲 对于用药商们来讲 也都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就会关系到 后来我们取得了卵子数多或少 所以经由这样子一个方式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去知道说 抽血的部分来讲 可以让我们去知道 仓储的卵子 所谓的AMH的数量有多少 当数字越大 表示你其实你的卵巢里面 有很多的卵子可以使用 藉由一些超量波的检查 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个周期里面 我们被征召出来的卵炮数 是多或是少 那我们刚刚还有讲一件事情 卵巢它其实是一个 制造卵子的工厂 所以我们要去知道说 这个工厂到底是一个 新成立的工厂 或者是一个老旧的工厂 常常出货会出现一些问题 那怎么去评估卵巢本身 这个年龄状况是如何 我们就是利用一个抽血的检查 FSH 那这个指数的话 就跟我们人的年龄一样 当数字越高 表示这个卵巢越老化 这个工厂越不好 所以相对来讲 我们今天的抽血 都会希望看到 这个FSH的数值是低的 那一般来说的话 我们会希望这个数值 能够在10以内 表示卵巢的功能 它的年龄状况是好的 所以如果说 在我们进入 试管医额的治疗之前 我们能够得到 AMH的数字 我们可以去知道 FSH的高或低 以及我们能够知道说 这个周期里面 的基础率 是有多或少的话 我们就可以有效的 去按照每个人 不同的状况 量身导照 他自己个人化的一个疗程 那以线下来讲 目前在我们 送诊疗诊所的话 我们就是一旬的 这样一个原则 除了有FSH AMH之外 我们会希望说 进入周期 治疗周期的 第一到第三天 一样回来 我们去做超音波的检查 得到基础率炮的数目 那如果说我们评估起来 发现到说 基础率炮的数目 大概有四个以上 那我们大概可以考虑到 我们可以去使用 所谓一个短大的疗程 那或者是说 用温和刺激的一个疗程 那这边的话 我们有三种不同的 一个治疗的方式 那分别 卵子数目越多 我们就使用短大的疗程 那意思就是说 因为你的卵子多 相对来说 它需要的养分要多 它才能够长得好 所以这个时候 我可以给 比较多量的一些 排卵针剂 排卵药物 去做刺激治疗 那目前短大的疗程来讲的话 我们常用的 就是这个地方 看到的是 保润康或果纳分 这些 比较常见到的 一个排卵针剂 但是要给到 逐量的药的一个浓度 那可能就是要天天打针 可是偏偏又有很多人 很害怕针头 所以这个时候 他只要想要天天打针 他就会头皮发麻 那于是 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又引进一些 比较属于 长效型的一个排卵针剂 大概打入一针之后 他就会有七天的一个 药物的 缓慢释放的一个效果 这样就变于说 卵巢出存量多 那希望能够减少 注射次数的话 我们就可以选择 使用这种长效型 伊隆瓦这样的一个药物 那除此之外的话 如果今天的卵子数 没有说像五个以上 或者它的一个数量 大概我们评估 可以适合使用一个 温和刺激的方式 那我们可能就会考虑到说 去使用合并的 口服排卵药物 以及每天或者是隔天 使用的一个 排卵针剂的注射 一样都可以把这些 绿泡做一个有效的提升 给予它适量的养分 一般来说的话 我们都会在 月经周期的第三天 先进入来回到诊所 去做抽血跟超红波的检查 那口容室开始去打针 那过程当中的话 也开始去学习如何打针 那大概在第八天 第十天 我们回来做超红波的检查 那大概到绿泡 大概长到1.7公分左右的话 我们就会进行破卵针的一个施打 那破卵针 大家应该听过这个名字 但它到底是什么 那你还记得我们刚刚的影片 不是有一个 到了一个卵巢 大概长到 长大的一个情形 那身体里面 就会释放一个所谓LH 这样子的一个荷尔蒙 会一个明显的增加 那我们今天打的破卵针 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去提升 这样子LH的一个荷尔蒙的浓度 去让卵子能够做到最后的成熟 那方便后来我们去做手术 去做抽取那个卵泡里面的绿泡椅 这样子一个成熟卵子 就可以顺着绿泡椅 一起被我们吸到我们的试管里面去 那回到我们的实验室去做操作 那除此之外的话 如果今天我们的客户 他本身的一个AMH 可能数字不是很好 或者基础率泡数不是很多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 所谓自然周期的一个治疗 那像有些人的话 他可能是因为过去曾经 因为一些外科手术 像巧克力囊种 或者可能有一些家族的遗传 或自体免疫的疾病 而导致说卵巢 可能在很年轻的时候 库存的一个仓储卵子数的数量 变得非常的少 那再怎么刺激 每个月就只有一个卵子会生成 对于这样的客户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给予太多的养分 它不只是花费到金钱 而且其实你根本没有那么多的卵子 需要那么多的养分 那还不如我们做有效的运用 所以说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就会建议 可以考虑我们不用任何的药物 只要定时做操作的追踪 或者是给予一些口服的排卵药物 那口服排卵药物的话 它其实是利用药物的效果 去把身体里面储存 库存的一些FSH 那样的养分 把它给压榨出来 那打排卵针 那就是从外面直接去补养分进来 所以它会有浓度的差异性 所以相对来讲 如果它今天stand-by的卵子数少 那我们就是预期 我们可以利用身体里面 还有库存的那些养分出来 去为一个或两个一个卵泡 让它发育成长 所以会根据不同的一个情形 我们给予不同的治疗的一个疗程的一个计划 那同样的 我们会在月经周期的第八天 第十天去做超然波的追踪 那超然波的追踪的目的 其实就是要去知道说 到底目前卵泡发育到什么样的阶段 我们是不是时候要去使用破卵的药物 让卵子能够做最后的成熟 那之后我们会去做所谓的取卵的动作 所以说卵子的制备 它其实学问很多 功夫很多 那客户也麻烦很多 但是我们还是会希望说 能在最好的条件之下 给予最好的治疗 得到最好的一个结果 所以对于女生的话 卵子的制备 大概我们会参考的点跟顾虑的点 大概都在这些部分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已经得到了 好的卵子评估 那一个受精的方式 那我们要怎么去做决定 那所以说我们在做进入疗程之前的话 也是会希望先生能够过来 我们去做个精英的分析检查 那同时最重要就要去知道说 到底精虫的量够不够 精虫的活动力好不好 或者是精子的形态长得对不对 因为这都会关系到说 我们刚刚看到在卵子附近 可能会有千钧万马的一个精子 可是万一精子的形态都长得不好 或者是精子根本没有办法游动的话 也可能会去影响到受精的一个能力 所以我们看到这上面这个图片 左边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中间就是一个卵子 当精英的精子的量 精子的形态或精子的活动力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考虑在实验室当中 让精子自然进入到卵子当中 就是很多个精子去竞争 一个卵子的一个受精机会 但如果说精英的精子有一些问题 或者精子的游动性不好 或者有些人可能是因为过去 可能有一些金属的经脉去张 而导致精子的数量比较少 那我们就可能考虑 因为这些精子很珍贵 所以我们就助他一臂之力 我们会这样一个卵子固定 然后在显微镜之下 我们会用一根针 很细的穿刺针 去把精子直接送到卵子里面去 就做所谓一对一的一个显微注射 所以我们会根据精英检查 一个结果的不同 以及每一对夫妻 他们可能想怀孕的时间 如果超过五年以上 或者是过去曾经做过很多 试管因果的治疗 但是都没有很理想的一个结果 这样的情形之下 我们会跟胚胎师讨论 可能就会考虑到 去做所谓的一个显微注射的方式 所以一个好的受精方式 其实也会决定到说 后续来讲 我们会有好的胚胎的一个出现 那有了好的精子 有了好的受精方式 那胚胎如果形成的话 那要怎么着床 这个我们又重新再看到 这个就是女生的一个子宫 主要一个胚胎着床的位置 就在子宫腔的正中央 所以如果说 当这个子宫腔正中央 可能有一些所谓的子宫内膜息肉 可能有一些所谓的子宫肌瘤 甚至可能有一些突出物的 沾黏或者子宫中隔 这些让子宫的环境不平整 其实都会影响到 胚胎着床的一个稳定性 那此外我们这边看到 这个地方是所谓的子宫颈 相当于整个胚胎着床的一个门户 所以如果说在阴道这个附近 或者子宫颈的局部 有了一些感染的情形 可能也会引起到说 一些细菌往上具有到 胚胎所应该存存的环境 而影响到怀孕的一个成功率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在做这个 胚胎植物之前 我们可以利用一些简单的方式 就所谓一个子宫内饰镜 因为我们今天的标的 就是看子宫腔正中央 所以我们就利用扩张器 将阴道撑开来之后 放一个大概0.3公分 粗细管径的一个内饰镜的软管 还有镜头 我们进到子宫腔里面去 其实我们就要进到这里面去看 如果说子宫腔的内部是平整的话 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正常的子宫腔 但如果说里面出现了一些 凸起的一些息肉 甚至是一个所谓子宫领磨下的肌瘤 那我们可能就会建议客户 要先去把这样子的一个息肉跟肌瘤 先做些处理 希望能够在植物之前 去创造一个最好的子宫腔的环境 但是除了说我们刚刚有讲到说 子宫腔的一个门户 下面是子宫颈 但是其实不要忘了 其实我们的子宫腔还会联系着 所谓的疏软管 所以我们会建议做疏软管的检查 但是有很多人会有一些疑惑 他说刚刚的影片当中 不是告诉我们说 丸子直接取出来 在实验室当中变成胚胎 再送回子宫腔里面去 听来听去 疏软管已经没有它的角色了 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去做 疏软管的一个摄影检查 那原因在于说 疏软管它其实 在正常的状况之下 它应该是通常的 也就是说 当我今天这边打的掀影剂 进到子宫腔里面去的话 它应该要顺畅地流出来 所以这张图片的话 是一个正常的疏软管的摄影的一个图片 我们看到这是子宫腔的正中央 旁边就是显现出来的一个掀影剂 但是有些人 他没有办法怀孕的原因 可能是在于疏软管的阻塞 甚至可能产生疏软管的水肿 那在右下方这个图片的话 我们就看到 正常的疏软管 应该是长得这样细细的 像一个捕手的手套 而左边这条疏软管 感觉起来很像香肠 那就是因为它就是疏软管的 一个水肿的情形 疏软管的水肿的话 很多来自于一些细菌的感染 大肠感菌 甚至所谓的PE菌的感染 如果长期来讲 它的水肿可能就会导致 整个的一个阻塞不通畅 所以当我们今天做了疏软管的摄影之后 会发现鞋影剂没有办法 流出来到肚子里面去 反而在两边 左右两边各自形成的 又是形成像香肠中的东西 那它总这样没有功能就算了 可是它里面可能会藏着一些 发炎的一些脏水 那这样的一个水分的话 就有可能会往回灌到 因为它下面既然不通常流不出去 它也只能够往回流到子宫墙里面去 那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有可能就会影响到 桌床的一个胚胎 所以说讲来讲去 其实我们就是希望能够确定到说 第一个 疏软管有没有水肿 如果有水肿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做处理 甚至用一些口服的药物 去做一些预防 避免一些里面可能有的一些细菌感染 去影响到胚胎 那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也会利用那样 类似像子宫颈 某片检查那样的一个方式 去将子宫颈附近 这个门户这个角色 去确定到 有我们刚刚讲的 披菌 高糖感菌 甚至一些其他的一些病毒感染 假如说发现到说 真的有这样的感染状况的话 我们就会优先在胚胎植入之前 做口服药物的预防 其实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其实都是希望能够让子宫内膜的环境是好的 让胚胎进去着床是稳定的 到这边大家都OK 讲话速度不会太快 所以说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一个好的环境 好的精子好的卵子 那我们就要去想 如果胚胎都形成的话 我们要怎么去选择一个好的囊胚 那胚胎的话 像我们刚刚有提到 我们取出来的胚胎 其实第一天 它会就是一个 单一的一个成熟的卵子 那等到精子 可能利用自然受精的方式 可能利用显微注射的方式 进入到卵子之后的隔天 我们就会开始观察 受精卵的行程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其实每一天 胚胎都有它自己的进度表 应该要生长的一个速度 去做一个进行 但是如果说 今天的胚胎 可能发育的慢了 那我们就会想 它有可能是本身的染色体 或在哪个部分 出了一些问题 而导致它的一个发育的速度 没有办法跟上其他 应该有的一个进度 所以目前在我们的诊所的话 我们会建议 去选择一个 第五天的一个囊胚期 去做个植入 意思也就是说 当这个胚胎 在进入 先经过一段 自然期的一个淘汰之后 我们就会把一个 最好的一个胚胎 外观上面来讲 发育进度 比较好的一个胚胎 植入到子空墙里面去 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说 当我们母体的年龄层越大 它可能会导致说 我们有听过吗 高龄产妇 为什么害怕高龄产妇 为什么要做 羊毛穿刺的检查 就是因为 年龄层越大的女生 可能她分裂出来的一个卵子 染色体一场的机会 也比较高 所以说 在35岁左右的话 每个女生 她每一次排出一个卵子 卵子一场的一个比率 大概会有三分之一 但是如果年龄层到40岁的话 卵子一场的比率 可能接近五成 那如果说年龄层更大的话 那 染色体一场的一个比率 大概到七成左右 所以说 针对35岁以上的女生 那我们可以去想说 她可能形成一个受精卵 染色体一场的一个机会 其实会比年纪轻的女生来得更大 所以如果说 我们今天只有看外观是不是正常 而没有去看内在 是不是一个组成 分裂也是很好的话 有可能会植入了一个胚胎 没有办法很好的桌窗 而降低了一个成功率 所以正因为这个部分来讲 我们可以考虑去使用一个 在胚胎桌窗前 然后先去做一个切片的分析 去选择一个外观也好 内在也好的一个胚胎 植入到子宫里面去 这样能够更去提升 一个室管应有一个成功的机会 那当然我想现在大家都很忙 所以说如果天天去想说 今天要做室管要打针 明天要做胚胎植入 她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一个时间 甚至要出国要洽工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得到一个好的胚胎 可以去选择冷冻的方式 先让胚胎先冰冻在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环境里面 那之后等到时间 都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再回来去做胚胎的一个解冻植入 那当然很多人会想嘛 新鲜的总是比较好 你解冻之后再植入 感觉好像就不是很OK 当好像都已经被冻坏了 所以根据我们院内目前的话 我们过去做的一些分析 当我们新鲜周期植入的胚胎的成功率 大概可以到55% 那解冻之后的一个 怀孕率的话 可以达到65.7% 那意思也是告诉大家说 不用担心说胚胎必须要冰冻 如果说我们今天做的一些排卵针剂的治疗 有可能会让我们身体里面 产生一些变化 像我们刚刚讲 排卵针的卵子成熟 第一个就是卵子是主要的产物 第二个产物就是子激素 第三个产物是黄体素 当身体里面子激素越高 其实对于子宫内膜的环境 并不是那么的好 子宫内膜只能够有允许 一定程度的子激素的刺激 当子激素太高的话 对于这个胚胎 反而是负面的一些影响 但是往往 当你的卵子取得越多 刺激素就会越高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胚胎很好 可是子宫内膜环境 因为刺激素的存在而不好 那我们就会进退两难 那所以这个时候啊 其实我们就可以仰赖冰冻胚胎的方式 我们先养好的胚胎 先把它冰冻起来 等到下次月经周期再来 一切的子宫都已经回复到正常状况之下 我们再将胚胎把它解冻植入 这样对于一个胚胎来讲才会是友善的 那我想胚胎这个部分来 等一下我们的胚胎师 还会再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释 那所以说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已经走到第四步了 我们选择了一个好的胚胎 那最后在胚胎植入之后 我们就要去做一些 后续来讲的话 一个更好的一个支撑 那一直重复跟大家提到说 我们的一个主要产物是卵子 后续的雌激素跟黄体素是附加的产物 那黄体素的角色很重要 因为它让我们的子宫内膜 能够更加的稳定 同时很重要的是 让子宫的肌肉层不要收缩 特别是在我们胚胎植物之后 必须要让子宫更能够稳定 不要去产生一些早期一些流产 或者胚胎不错床的一些状况 所以说我们在胚胎植物之后 会开始使用真剂的注射黄体素 或者口服的药去吃黄体素 那很多人会想 既然我今天怀孕了 我还一直在吃药 我还一直在打针 这样我的孩子好吗 那可是我想经由今天讨论之后 我们就会知道 其实黄体素 对不起 黄体素它是一个来自于卵巢 本来就应该分泌的东西 所以它的存在是必要的 那让我们今天去用一些 真剂的注射 或者口服的药 我其实只是希望 能够再做更多的一些加分 让我们的子宫环境更是重要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会建议黄体素 如果说今天幸运的怀孕的话 黄体素起码要使用到十周之后 怀孕的十周之后 那对于整个一个子宫的安定度 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的一个功能 我们才会去做一些停药 所以不用担心到说 我们医生开给 各位的黄体素 是不是不应该去做一个使用 所以我想这整个话 就是整个室管医院上面来讲 对于医生的角色 我们大概会建议 有五个重要的步骤 需要去做一些注意 那如果说我们都能够掌握这五个步骤的话 相信来说 各位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 那我们看一下最后一张 其实这是有点意涵的ending 我们可以直接放最后一张吗 最后一张 最后一张 这是我稍微去找一下 我们现在从这边开始 那到我们成功的终点 我相信可能不会很容易 可能会有点距离 那但是只要我们方向对了 那即便有距离 因为我们的人很多 在这条路上 我们会给予各位需要的协助 所以不用客气 那也祝福各位能够早日达到成功 谢谢